走 搞午饭去 给你买了菜 黄胆降下来了 也开始长肉了 昨天把这个粘着刮刷 你看 又给它修剪了 13日 13日就是一天 嗯 好 一度三点粘着一天 这个好小个 给它蒸的吃也可以啊 这个小个的 给那个棒的一起蒸 这个是白红薯 这白红薯撒红薯感好吃的哦 这种 够的啥 这样挑点 这个白红薯给它 放久一点给它撒红薯感 就是这种肯定在这里吃 嗯 把你当周围上了啊 你要下次好好吃啊 你妈猜这个啊 走 我把你这些洗去 好 你的洗 哦 你的洗 放过去 洗个洗个来洗 我就少了把它来 哎呀 又再又再吃了 我好不容易买水果了 这都这样 这就几颗柚子手 裂开了把它摘了 摘了吗 那颗没有了 这个是比较好吃的 多吃的 但是这一颗我就不知道啊 我这带个脸 我优质还挺厉害的哦 你不知道我这个吃货吗 我就是爱吃 吃货的很可惜的 这个可以 就是有点霜 好喝 水分很多是不是 嗯 这个好吃的 吃货的 摘了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吃 那个也是裂开了 那皮啊 这个肯定好吃的 百分之百好吃 这个可以吃的 对 嗯 是哦 还蛮重的 这个真的 如果不重的话 水分就干干 就肉了 哎呀 哎呀 烫的 我这个也是自然裂开的 还是轻的 还蛮好吃的 如果黄透了 我还觉得那种更好吃 又醒来了 哎 这好像是妈妈包 我嫂子买的这个妈妈包到了 嗯 他妈您跟我说了 挺好看的 他问我要哪个颜色的吗 我说这个颜色 还有一个粉碎的 看到我嫂子是真的想要小孩了 你妈妈包都打听好了 这一层是放纸巾的 你慢慢研究吧 罗子昂 你咕咕你多好了 你放好的东西啊 嗯 这一层一层一层 这个还是带电的呢 这那个什么 还可以充手机电的 发工学金的 嗯 这个应该要一点钱 泡好的奶 放这里保温的 这个包真的是个妈妈包 蛮实用的 你看你看 你吃好好吃 你先总结出一点经验 到时候你们俩走里好好讨论一下 孩子怎么带 朋友们别看他之前生过一个 他带孩子真的 我感觉就是个小白 你怕糊涂 又吃起来了 这个宁观店第一次货 好吃啊 那给你买的猪脚 这个不是猪脚 这个是什么时候买的猪肉 这个丁丁往上把它弄了 弄了给小孩子一起吃 放点萝卜 放点萝卜 好 放点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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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萝卜 一碗白切 还有这碗子做出发的 做出发的 做出发的 那个豆豆晚上再炒 放点瘦肉 给那个肉末 锅生点吧 锅就不说了 萝卜 你先上去 我明天就要出发去干肆了 明天早上一大早就要跟我哥一起出发去干肆 然后萝卜还有两天就生日了 这次生日又不能陪他过了 那就交给你们了 我带他去吃好了 每次家里有事了 你就出门了 现在小家伙大把的事 我都一个人搞不定的 这边是晚上 酷 加油 萝卜这话说的好像也没错 每次家里有事了 我就出门了 那没办法呀 要赚钱啊 买奶粉三个 小的还花了更多年 料不吃奶粉 这个辣椒漂亮了 那里面煮跑就贵 这事情一大堆 之前逃避要抽脚的朋友们 那个辣椒还有泡椒还没给大家发 因为之前那个辣椒没晒干 现在晒干了要碾了 又要出去外地了 等到这次回来一定要给大家发走了 再不发我都要抽你了 我想我要你吃那个生辣椒 一口吃一大碗 我娘子哎呀 都装的渣食剂 我今晚还没想说了 但是 我想你打个吃饭再吃 也有的 挣一点板栗来吃 这样想想我放下回来就有了吃 他们两个 我来给你剪开啊 嗯 你要弄啊 直接用刀换一下就可以了 你还用那个 这次去甘肃要挺长时间的 所以口粮必须要备足 不然真的会有多少 带在路上吃啊 这个板栗肥是够肥的 我差点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本来是打算在宣宣生日那天去领症的 结果这一下去甘肃又领不成 其实那个症不是我们不想领 而是真的每次要领了 就有事了 这个症要扯到过年去了啊 过年那是肯定不会的 双十一再怎么样都要去把它领了 双十一错当了啊 是不是啊 反正这次从甘肃回来去永州之前 再怎么样都要把结婚证先给领了先 如果之前领了 之前不配你就摘西瓜 把结婚证领了 小家伙子就不用多清楚见的 知道吗 他妈必须了 还用来啥子好的 妈这方面 你高领就领 接着跟妈咋 你喜欢吗 妈咋 你喜欢牙子吗 我妈咋不想 我喜欢这妈咋 他人的胃部要是哪个 真的 你们比起我妈那时候来说幸福多了 我妈一提起我爸 就有点痒痒痴痴 以前那一代人都吃不苦 我爸在我们小时候 那是真的有点不成熟 我妈在家里天天种地 种这个种那个她就打牌去了 这个有一所一 但是心得好很多 我现在有一碗的牙子打牌 好我还能住 我还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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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婚姻 它是真正的 那它真正的就是爱情 吵的吵不走 骂的骂不走 对啊 以前的叫爱情 现在的叫什么 现在是什么 你要说 我在一个朋友圈里面看了 现在女人 不能太凶 也不能她那个的 90后还是00后的婚姻 00后吧 90后那时候都要吃很多苦的 你像我妈 我爸以前结婚的时候 就一件军大衣 现在财里啊 车啊 房啊 现在的男女朋友就是婚姻官司啊 为什么没那么牢固呢 为什么不要要求 因为对你人有一种安全感 你知道吗 以前好像不用财里 不用什么 所以我看过最多的一句话 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大概意思就是50 60 70 80 那时候才叫真正的爱情 那时候结婚呢 就吃在一起一辈子 现在小女就离了 那时候的婚姻是打不走 骂不走啊 我那是个年代打得比喊嘛 骂是不得 然后有钱就给我一两百个人起来 一起来搞糟了 你得压了是你还结婚了 打西十两妈妈的大衣 打下边的一把伤 反正现在的婚姻啊 不知道怎么说 去年生日就 我到时候会要火锅那边做个蛋糕 然后螺丝屋会带回来 你就不要在宁关店买了 他都要奥特曼的 他都已经跟我说了 我给他安排了 我到时候叫螺丝屋带回来 然后你那天就起地农村去 买点菜就行了啊 选机买车就行等我哈 你这个放心 过去做你做生意 我的你选机生意 你们要担心 我家当成我挑个的 小孩子生日还是要累个一点 你试着感觉知道有的啊 对 这小家伙从小吃苦吃多了 反正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两婆去了 我妈呢 又要喂猪 还要带着两个小家伙 你现在整晚没得睡 这小家伙一到晚就吵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螺丝屋来家 这个生日一定要让他过得开开心心的 从生日他就一直在提 爸爸我还有20多天我也过生日了 不能让小家伙心里太失落了 蛋糕是一定要给他买的 你倒是值得 倒是别到关键时刻又掉链子 又不值得了 啥都不值得了 都忘了 你可爱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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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